由雅安出发前往第二站卢定线 途经的是天泉线 但由于连续几天的墙降雨 导致那个道路塌方严重 大车根本是无法通行 小车都要走高速 而我驾驶着摩托车 也只能尝试着去看一下能否上到高速 你好 那个摩托车是不能上高速的 我到那边不是塌方吗 过不了啊 这个我抱歉没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记得放摩托车的通知 他们那是敞的 这我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记得放摩托车 但是闪关的话 我们只有散报就能过去 但是他们的处理是他们的情况 我没有办法 他前面能不能过了 前面能不能过了 你不知道吗 不到应该不能过 前面他妈了 摩托车能不能过 不是太清楚 看样子高速是走不了了 别人能够闯关卡不代表我们也能闯关卡 所以只能去看一下这个塌方的地方 拱过的到啊 前面通知到 你先请到过去看看你能不能过 过的两个鼓油 这个这么高 好 这个有点高哦 有点高哦 换一个鞭门 不去搭这个换一个 怎么 带到起一个 放行放行 哦 大哥 谢谢哦 哇屁股都打湿了 讲真的非常感谢刚才那个大哥帮我扶一下 不然我还是真的不敢骑过去 再接下来就是G203的泥泥路搓衣板路 这样是抢修以后的情况 要是没有抢修那简直这个路况啊可想而知 当我在进入这个隧道的时候 迎面而来的是一股特别凉的风 而且这个路啊特别特别的黑 但是我就在这样一个隧道里面 遇到了一位推车徒步的小姐姐 这里面还有信号吗 没有 没有信号 哦 哦 你这个怎么过来的啊 啊 那边怎么过来的 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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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哪里来到哪里 哪里来的 从山西里凉 山西里凉 嗯 好厉害哦 一个人走这个隧道怕不怕 习惯了 习惯了 你住走了 你住帐篷吗 嗯 嗯 行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其实还是很佩服这位小姐姐的 一个人推车赶徒步去西藏 一般人还真的是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中午的一点钟 我决定吃个炒饭补充一点能量再出发 炒饭好多钱个 啊 炒饭 炒饭有失物的有二十的有四块的 那个失物的嘛 这里到那边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结果绕出来几十公里远太吓人了 这些大车踩在这里真的是耽误事情哦 从18号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1号了 9月1号了 还在这里堵着 看我15块钱给我搞这么大一碗 啊 服的 服了 我现在所行驶的这个隧道叫二郎山隧道 全长约8600米 洞口的海拔是接近2200米 除了隧道 我们所见的呢就是二郎山了 那过了二郎山隧道出来 这里就是二郎山 这里的环境很漂亮啊 然后这里大车也是被堵在这里不计其受 二郎山上面过隧道特别冷 这个新衣服买了都还没穿过 试一下 是不是很亮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有点短吗 不短不短 这个不能长啊 长了呢 提醒了肯定要短了 我就是说我买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点短 这个 歌唱二郎山 康定情歌 这个是英雄们战胜的大渡河 哎呦 漂亮滑回来 是不是很好看 二郎山是走国道318近藏的必经之地 它地处清一江上游 总面积是1600平方公里 包括二郎山景区 喇叭河风景区等等 是一个多景型多试点 复合度极高的风景区 小龙 哎 你不行啊 当我们穿过二郎山隧道 沿着公路下坡 就会到达我们今天所要去的目的地 炉定线 那请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下期呢 我将为大家分享到达炉定线以后的精彩内容